路窄 车又多 交通大打劫 让每天行进了新竹县竹东镇云南路 通勤通学的民众是苦不堪言 那么正公所和地主就协调之后呢 花费了500万 把长120米 宽3.5米的单线道 透宽成了8米双线道 也加设了护栏 让行车更安全 社群妈妈穿着红色短裙大跳热舞 年轻女舞师团也咬着红布条庆贺 主动云南路拓宽 今天正式启用铜车 云南路是科学园区上下班必经之路 也是最绝境的道路 我上任就积极来推动云南路的拓宽 也是我的证件 也是对选民的承诺 一开始我们就积极跟地主的沟通跟协调 最后获得地主的支持跟配合 从3.5米一直拓宽到8米 总经费高达500万 然后长度是120米 所以这个道路通了之后 又上下班更顺畅 路窄车多 原先云南路宽 只有3.5米会车困难 造成每天上下班大塞车车祸不断 经正公所和地主协调后 花费500万 把120米长道路 向农田延伸重新铺设地基 拓宽成8米双线道 水泉也加盖 增建挡土墙和钢板护栏 提升用路安全性 居民都说好走多了 缩短行车时间 之前的话只有单线道而已 单线道的话还没拓宽是单线道 到最后的话 最后拓宽之后 就不会造成庸塞 现在的话一路畅通到原区这样子 外无理人口持续成长 往来竹科更频繁 云南路拓宽后 就能便利大新竹同行同学 布塞车也更安全 布塞车也更空